台南在地的月到後面去 是非常想這個家鄉的味道 所以就用微卜香出一道一道台南美食 每一百個月做是都外出夫妻的風景 還有這個火燕 裡面的消耗讓人也看了是嘴囊出燭地 特別說是在德宮中學來基盤這個開幕的火 讓須先了解到台南市在地的美食 由德宮文革基金火 林磊梅這現場要請 讓台南美食富盛的文化祝賛 建立青春的幸福 這家電出要請到台南市在地的外家 和文革的外祖來電出 總共二十幾百 裡面的美食都是台南人 音色的理想生活 來一層在綜藝路 綜藝路那個台電那一帶 在我同學家國地 這就是最早最早的7-11 你知道嗎 對 打碼鍋 賣報紙啊 賣乖乖啊 泡麵啊 然後他這個麵包 糕點是他自己做的 台南市德宮中學學長 楊慧也表示 非常感謝德宮中學 文革基金火的幫助 中心真見現在的電出空間 讓俗信可以來享受美麗的藝術家的作品 非常地睿智 在校園裡面的一個角落 那能夠用這麼樣的一個 好的地方 來做一個展出 讓我們每天很緊張的一個生活 有了不一樣的一些氛圍 所以希望同學們可以常常來 另外 特宮文化台書團 大新準備了台灣在地美作的麵乖乖 讓在庁所有的人喝酒一包 放棄當年吃稀稀的記事 也讓學長很添醋味以及笑聲 去吃東加新東區採訪不得 好